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进入一个 育郁症的认知的干预的一个阶段 我们讲到 育郁症的认知的干预 那当然我还是要用到的是 Aaron Beck 还有Judice Beck 他们妇女可以讲是在做认知治疗 他们成效是非常卓著的 那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的做法 我还是从一个案例来跟大家谈起 那我要跟大家谈的这个案例呢 是一个45岁在空巢期的妈妈 我们所谓的空巢期就儿女都长大了 然后她本来一直在照顾她的孩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妈妈 那两个孩子呢 一个是在高中 一个是在大学 那在大学的这个女儿呢 那这个是跟她的关系 本来是非常非常的亲近 但是呢 在上了大学以后 她女儿是变成有很多要好的同学 她也变成常常是跟同学呢 一起出去吃饭 然后出去玩 那李玲呢 她最近就出现了一些明显的 抑郁的症状 比如说她心情在很低落 她出现了失眠的情形 她变成是 她孩子没回家吃饭 她整个食欲也变得减退等等这些状态 那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到她还没有达到一个抑郁的这样子的一个诊断 所以呢 这个是可以来做一个就是认知介入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个案 那我们会看到 那有一天她来谈的主题是 我的孩子整天都惹我生气 那我每天都为他们做牛做马 他们都不知道感恩 只会问我要这个 要那个 就像昨天嘛 那你会看到的 小花呢 她已经答应了 晚上要陪我吃饭 那整好了 我这个是饭菜呢 都已经是为她准备好了 那临时呢 她打个电话来说 要和同学吃饭 那说完了就挖掉了 连声对不起都没有跟我讲 那回到家呢 她衣服又乱丢 跟她说了几句 就说 你的脑中把妈妈当成什么 她马上就变成是跟李玲 就吵起来了 所以李玲就会觉得说 那自己只是一个 在儿子儿女的眼中 是一个帮他们煮饭 媳妇打扫的老妈子 他们要钱 要帮他们做事 那才会来找我 否则就是连跟我说话 都难得跟我说 但是在以前 她什么事情都是跟我商量的 现在好像我是变成什么样 什么样的用处都没有了 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废物 我不晓得当你听到李玲 在讲到她最近 她这个状况的时候 那你会怎么样的来 整理李玲的情绪 跟她的想法之间的一个关联性 那当然我们要 假如是看到 这个抑郁症的 或抑郁情绪的一个 认知的一个干预的 这个图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 那李玲她必然是 有一些她童年时期的 一个核心的信念 造成她现在碰到 小花跟她讲一些话 然后她脑中有一些 跑出来想法 让造成她的一个 情绪低落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 那尤其我们怎么样的 能够从她所产生的 一个郁郁的情绪 跟她想法之间的一个关系 从这边来看到 她童年时期 她所形成的一个核心的信念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来讲 一个建议 就是先从她有的一个情境 就像小花刚刚所讲的情境 先来做一个探讨 那然后呢 我们常常是讲到 无三不成零 就是由我们看到的李灵 她所产生的 至少有三个以上的 跟人有关的情境 然后来看一看 她所产生的自动化思维 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意义 假如有这个共同意义 常常那个就是 跟她的一个核心的信念 是有关系的 譬如说我们刚刚在前面 会看到的 那李灵呢 她跟她的女儿之间的 一个关系 也就是我们会看到 这个情境是 孩子取消了晚餐 那孩子打电话来 说妈我不回来吃饭 她的情绪就掉到一个难过 好 那根据刚刚上面所讲的 她为什么会难过 当然是她脑中 蹦一下跳出来一些想法 各位 有没有想到 她是哪些想法 没错 她的想法就是太过分了 怎么不早点跟我说 你早跟我说我就不做了 我自己一个人吃多简单 那当然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连同学都比我重要 那请你来分辨一下 看一看 这两个想法 哪一个是造成 李灵她难过 并且会造成她 我们刚刚在案例里面看到的 不只是几分钟的难过 并且是会累积下来 让她越来越难过的一些想法 因为我们要找的就是 让她会持续下来 越来越难过的那个想法 因为造成她的难过想法 可能就是一个 我们会把它叫做是一个不理性的或是功能的一个有偏差的一个认知偏误的一个想法 是我们要先来找到的 有人把这个想法叫做核心信念 你认为这个想法是真是太过分了 怎么不早说呢 早说我就不煮晚餐了嘛 那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连同学都比我重要 这个想法也可能让她可能进入一个难过的情绪 不过我们现在要来做一个分辨的 像这两个想法 到底哪一个是我们所谓的认知偏误的想法 所以认知偏误的想法 就是让李灵呢 会难过一直的持续下来 就是我们比较属于一个夸大 或者是一个 它会变成是一个 其他一些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篇物里面会出现的一些思考思维的一些模式 所以会造成它进入一个难过的状态 那我们会看到有关于真是太过分了 怎么不早说 这句话当然是会造成李灵的不高兴 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会看到一个妈妈 这种不高兴可能只是让他几分钟过去了 他把晚上处理一下可能就算 但是当李灵另外的一个思考 就是连同学都比我重要 像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们会看到的是会造成假如李灵他适应能力变差 或者他情绪变得越来越糟糕 那一般人呢 可能不会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这是我们会看到我们所谓的一个不适应 或者是非理性的一个想法 我们先跳开李灵的一个思考 假如一个人考试不及格 他脑中出现我考得好烂 然后他会难过好几天 一般人都会这样 假如是说他觉得考得好烂 来心情很好 我想他妈妈会很难过的 会觉得说这孩子简直没救了 考那么差 变成是心里一点都不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感受 但是呢 假如这个人他出现了 我那么笨 怎么念也都没有用 像这种呢 比较夸大的把它自己贬义下来 然后会变成 这个案呢 情绪越来越糟 并且呢 它会持续很久 那也不想要去念书了 像这样子一个不适应或非理性的想法 那这才是一个我们需要去重视的一个比较水核心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思维 那我们再跳到 那我们再跳到李林这个情形来看 真是太过分了 真不早说 那只会造成他一个不高兴 当然这也是他一个自动化的想法 但是呢 不会让他持续的难过 那所以呢 这是一个适应还有理性的一个自动化的思考 但是呢 像这个连同学都比我重要 这个是一个非常伤害一个母亲 她的一个至尊 甚至是让母亲会觉得她过去都白费了 像我们刚刚在案例里面看到的 这样子一个想法 所以这会造成一个小小事件 然后就造成他脑中不断的都在想到 我连他的同学都不如 所以这不是只是一天两天 而是一个长长久久 并且会不断的在李林的脑中 在内反出的这样一个想法 会越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所以像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个案呢 它会出现的一个非理性的 非适应的一个认知扭曲的想法 那为了要让我们朋友们 更容易了解 什么叫做认知扭曲的想法 特别要跟大家再来温习一下 我知道我们都已经有学过 扭曲想法的一些 扭曲的一个思考的一些形式 但是在预证的个案 最容易出现的扭曲的想法 那我们尤其特别以李林来看 它出现的是哪一种 我们看到的寓意的一个扭曲 就偏差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呢 我们看到的 在寓意证的个案 最容易出现的一个 偏误的思考方式 就全有无的一个思考的方式 那这个特别是在一个 我们前面会讲到的 追求成就感的人 那只要有一个小小事情 他没有做好 他就认为我全部都做不好 一个小考没考好 就说哎呀 这门课我不行 我再念也没有用 我一定会被当掉 这是我们会看到一个 追求完美 或者追求高成就的人 他不管在念书或工作上 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我前面有讲过的 就是他在工作上 本来做得很好 后来给他一个新的任务 本来是要升他当组长 那个任务不同了 他以前当然做事都做得 每一件都做得很完美 现在呢 只要有一个小小事情 没有做好 那他马上脑中就产生完了 我在接下来也都做不好 那当然他很快的 在做别的事情 他很快也就放弃 那很多这样不同的事情 不断的像滚雪球一样 我们把它叫做反除 接下来 当然 就是他会觉得自己一物不可取 那他觉得 老板或者是其他同事 也都会越来越 不喜欢 或者是觉得 他是个没有能力的人 那再接下来 他也看不到未来 希望 陷入一个绝望 那 玉玉镇也就出现 那 李玲我们看 大概不是属于这一行 第二个叫做 过度夸大这一行 过度夸大呢 我们会 看到的就是 小题大作 那我们就以李玲来讲的话 他把他的女儿小花 就是一个电话 回来 他就开始 把她夸大了 你看 连同学都比我重要 那 甚至是再来 他可能就是 一些事情 没有做好 家事没有做好 当然像打破一个碗 或者在其他一些事情 没有做好 他就会 也说 你看 我做一个太太 我怎么 连个家事 也都做不好 那这个当然就是 我们看到是 过度夸大的 一个状况 过度夸大 当然假如说 不是一件两件事情 像滚雪球一样 那他跟一个 全有或无 比较起来 也不相上下 这个在人际上 我们会看到的 就是担心被抛弃 或者是 他担心被抛弃 有这样子一个 核心信念 或者是 在人际关系上 他很觉得 别人会不喜欢他 就很容易出现 这个过度夸大的 这样子的一个 思考方式 也是值得 我们去注意的 然后再来 是我们会看到 像 以偏 盖拳 这个当然 我们会看到的 那李灵 他有出现这个情形 就是小花 不喜欢他 他就觉得 别人可能 先生啊 还有儿子 也可能不喜欢他 不过 当然我们还必须要有 其他事证 加在一起 才可以做这样子 一个 他是不是有这样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思考的模式 才可以确认 那或者像贴标签 这是育义症的人 也比较 育义情绪的人 比较容易出现 就是给自己贴个标签 我是笨蛋 我什么都做不好 那 再来就是像 我们这里会看到的 自我责怪 就是 任何事情都归运于自己 我不少个案 都是这样的情形 其实即使是一个团队的合作 团队没有做好 他会把他的 没有做好的责任 会夸大 就像前面的夸大之外 那他还会 就觉得 这件事情没有做好 那我要 我要负 一个比较多的责任 然后再来 我们会看到 下一个 这里 写到就是 不会自我归功 这个当然跟 前面这个是 自我责怪 这个是 比较类似的 就是 他不会看到 事情好的一面 那 一个 负相的 自我的 一个责怪 这个指的是 做不好就会责怪自己 但是自己做得好 他常常觉得 这是当然的 也许我们会说 那这个是一个 谦虚的人 那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讲到 玉玉战的人 他看周遭的 一些人事物 觉得周遭人事物 对自己 在一个比较 不友善的状态 这也是 我们需要去 注意的 这可能是 他们容易产生的 负相的 一个 偏物 就认知的 负相的 偏物 然后再来 负相的 预言 这也就是 我们看到的 抑郁症 或抑郁情绪的人 对于 未来 那常常都会 有一个 比较不好的 一个预测 比如说 他要上台报告之前 就已经预测 我一定会被 老师骂得很惨 同学都不会注意 听我在讲什么 那他完全 不会去想到 事情的 好的一面 然后再来呢 我们会看到的 他可能是一个 必须主义者 也就是 我必须要 讨好每个人 我必须 每件事情 都要做得 非常好 当然我们讲到 必须主义 这个 大概会跟 前面 会 有的 其他八项 常会有 重复的 地方 不过这个人 假如出现 这样子的一个 我必须 我应该要 怎么样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帮 我们的个案 来整理 你会不会 是属于 前面 八种 我们看到 认知偏误的 哪一种的 方式 并且常常 我们会 看到的 就是 假如 一个人 他习惯 做某种的 归因方式 那我们帮他 整理出来 有的好处 是什么呢 他可以 提醒自己 或者我们 当一个咨询师 便是可以 提醒他说 哦 你看 你现在 又在做一个 自我责怪的 这样子的一个 思考模式了 哦 你看 你现在呢 看旁边的人 你用 又在用一个 读心术的 一个 思考的 一个偏误的模式了 哦 你看 你现在又在做一个 复项的预言了 事情还没有发生 你又在做这样一个 预言了 那 不止我们可以这样 提醒一个 我们的个案 便我们希望的是 个案 对于自己 他在有这样子一个 偏误的 思考模式 变成他自己有 更好的一个 自我觉察的时候 他自己发现到 诶 我怎么又在 做这样子一个 复项的 一个偏误的 思考模式 他有这样子一个 觉察的时候 自然就比较容易 跳出 他这样子一个 偏误的 一个思考的 一个 苛救了 好